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令欧美等国家深受其害 美媒消息 美国川普政府准备在明年初宣布两项针对中共的新贸易制裁 对北京的贸易打击即将付诸行动 专家评论 看来川普不是开玩笑 12月28日 中央社编译《华盛顿邮报》报导指 川普政府将回应美国企业要求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增加关税或采取进口配额制 预定明年1月底前会做出相关决定 负责处理这两项争议案的美国贸易官员以建议川普设立新的贸易障碍 以避免美国制造商因为进口日增而遭受损失 报导引述几位企业主管和关注贸易政策的分析家指出 川普预料数周内将会采取实际行动 处理一系列涉及中国的贸易纠纷 这一连串的贸易打击 可能引发中美间的贸易战 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贸易专家甘斯德表示 川普政府的意图是带来震撼与威慑 他们不是闹遮玩的 分析家指 针对北京侵犯知识产权的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前 川普也可能下令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或是单方面提高关税 另外 中国钢核铝进口日增 引发美国国安忧虑 美国商务部已进行调查 白宫也可能会采取相关行动 早在12月初 纽约时报就曾报道 中美可能在明年1月发生贸易冲突 这场冲突或将在太阳能电池版领域爆发 报道指 陷入困境的美国制造商纷纷要求川普政府对抗中国竞争对手 包括钢管制造商 铝箔制造商 以及洗衣机制造商等 不过 第一场贸易大战可能发生在太阳能电池版领域 中美的主要制造商和相关企业都在为可能始于明年1月的冲突做准备 报道指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逐渐成为太阳能电池版的主要制造国 占据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并将全球价格拉低了近90% 在过去的六年里 美国十多家太阳能电池公司因为无法应对价格竞争而倒闭 报道引述美国制造商的消息指 美国公司接连倒闭的背后 是来自中共的不公平竞争 中国造太阳能电池版的廉价 是因为得到中共政府的高额价格补助 此外 中国制造商还受益于 国有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 就连那些破产的中国企业依然能继续生存 国际社会指责 中共政府为刺激出口 对外倾销 要求企业大幅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 而差价则由中共政府给予补助 此前 纽约时报曾引述无锡一家太阳能公司主管透露 该公司太阳能电池版的出口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 而针对外界对中共倾销的指责 中共官方称 对太阳能电池版制造商的补助仅仅只在促进国内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 据大陆澎湃新闻12月27日报道 新华社原社长田聪明已于26日晚病亡 没有躲过74这道坛 说起田聪明 一定要提及两个人 因为这三人关系紧密 一个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曾主管文宣的刘云山 一个是曾任中宣部副部长 网信办主任但日前业已落马的卢伟 在刘云山看来 田聪明无疑是他的政坛恩师 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而刘在德市后 一大力提拔田聪明 二人矫情匪浅 1969年至1975年在内蒙古土墨特幼齐齐委 担任宣传部干事的刘云山 最先得到了当时在巴雁闹尔蒙政治部任干事的田聪明的赏识 在1974年底田聪明调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任记者后 他推荐刘云山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农牧组任记者 此后 田被新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周慧看中 担任其政治秘书 并在1980年2月提拔为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而刘云山也在田聪明的推荐下 担任内蒙古共青团副书记 党组副书记 主持实际工作 1983年 田聪明任自治区党委秘书长 1984年推荐刘云山当宣传部副部长 1985年 刘备周慧等向中央推荐为内蒙古第三批队培养对象 很快 刘云山升任内蒙古宣传部部长 区党委秘书长兼自治区直属机关共委书记 1991年出任赤峰市委书记 四年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而1990年担任组织部长的原云南省省委书记白安培 一江流提拔 这也是为何落马的白安培吹嘘刘云山是我培养的 不过 无论是田聪明 还是白安培 都没有刘云山爬得高 刘后来在得到江泽民和李长春的赏识后 先是当上了中宣部副部长 其后省为部长 之后居然爬上了政治局常委的高位 而在刘云山步步高升之际 田聪明的仕途却出现了波折 他在副部级职务上苦等14年后 才终于在1998年4月被任命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 此时身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刘云山开始逐步站稳脚跟 2000年6月 刘将田聪明提拔为新华社社长 为刘的宣传工作把关筹化 田聪明遂安前马后为刘云山效力 据说其是刘最信任的人之一 而卢伟八街上刘云山 也是通过田聪明 卢伟1997年11月至2001年10月 任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 党组书记 海外有媒体披露 卢伟在广西分社 主要工作不是抓新闻业务 而是搞房地产 而他主抓的一个项目就贪污近千万 在有人告他后 卢伟通过向田聪明行贿而被保了下来 并被直接调入新华社总社任副秘书长 兼任总经理是总经理 在新华社总社 田聪明让卢伟主抓基建项目 结果一个项目下来 其被揭发贪污近四千万元 又是田聪明将其保了下来 其中田聪明收了多少钱 就不得而知了 而卢伟落马后 田聪明病亡 不能排除前者事后者的催命福的推断 后来 通过李长春的秘书张江 刚刚被免职 卢伟搭上了刘云山的儿子刘岳飞 以及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 三人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据说卢伟能顺利当上中共北京市常委 宣传部部长 北京市副市长 主要是刘岳飞 贺锦涛联手运作的结果 卢伟除了在利益输送方面 与刘岳飞关系非同一般外 也因为田聪明的推荐而得到刘云山的格外信任 刘刻意培养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而卢伟任中宣布副部长和网信办主任后 意味刘云山摇旗呐喊 左右宣传 甚至将刘云山打造成反腐纠锋的实际操作人 将刘云席 王并列 夸大刘云山在反腐中的作用 以正其与习关系不 一般 卢伟的仅仅跟随让刘云山相当满意 以至于当卢伟爆出吃人奶的丑闻后 也是刘云山将其保下来的 仅仅跟随刘云山的田聪明 卢伟亦在迫害法轮功的宣传方面一步一驱 作为中共喉舌的新华社常年贪灯污蔑 诋毁法轮功的文章 就是明正 据说 除了搭上田聪明 刘云山这条线 卢伟还搭上了前中办主任令计划 而令计划则涉及江派周永康 薄熙来等的密谋政变 背后水很深的卢伟落马 牵涉的高官当不止刘云山 田聪明 而田聪明是时的病亡 很可能让自己逃过了牢狱之灾 那么 与二人皆有关联的刘云山 结局会如何呢 一个明显的征兆就是 刘云山的气数将近 报应迟早会来到 北京排华等系列行动危及民生 引发海内外民愤 甚至有声音要求市委书记蔡奇辞职 不过 除了有消息呈其内部检讨之外 蔡奇安然无恙 港媒评论只遭舆论谴责的官员 反受体制保护 暴露中共与人民 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本质 12月18日 自由亚洲引述未经证实的消息是 北京驱逐低端群体引爆舆论 北京最高官员也在党内做了检讨 这是唯一一个有关蔡奇遭处分的报道 香港明报19日评论文章称 近日对北京市当局的批评不绝于耳 但蔡奇似乎并未受影响 仍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文章分析原因指 民意并不能衡量中共官员的视图掌落 特别是舆论一边倒时 有时反而会帮当事官员的忙 因为中共体制习惯于对外部舆论时高度敌意 总是以阴谋论来看待 对境内舆论也同样警惕 因此 遭遇敌人反对的德官员 往往反而受体制保护而逢凶化吉 除了政治战错队 中共官场显有人因民怨落马 文章举例说 2010年中共养会上 时任湖北省省长李鸿舟遭遇 大陆记者追问敏感话题 竟抢走记者的录音笔 酿成重大事件 海外媒体人曾连署要求罢免他 但他安然无恙 7年后还晋升政治局委员 2010年底 上海教师公寓大火造成58人死亡 被揭发使用违规建筑材料 当局监管不力 但时任上海书记于政省和市长韩正豪发无损 两年后双双升官 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 酿成40死172伤 但时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组也未被追责 而是由已落马半年的原部长刘志军顶罪 文章还说 中共官场也发生过所谓追责事件 但当事官员尹就辞职后 大多调职继续当官 比如 1988年昆明往上海的特快列车事故 造成88死200多人伤 其中包括60多名日本中学生 事件轰动中外 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尹就辞职 不久就出任国台办主任中央统战部长 最后官至政治局委员兼中宣布部长 因萨斯疫情辞职的北京市长孟学农 因黑专闭事件卸任的山西省省长余佑军 事后也都照样当官升官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表示 港媒这个板子直接打到了中共体制身上 这种逆向淘汰是中共邪教特征之一 凡是与民为敌者 与民主法治为敌者 几乎一概升纤 拖振就是一个典型 所以有些官员看到这点 甚至故意刺激民众底线 形成负面舆论 反而有利是图 这充分说明了中共体制的反人类 反社会本质 2013年元旦期间 时任广东省宣传部长拖振亲自操刀 将改言报纸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 中国梦 献政梦 山改的面目全非 酿成一起重大政治丑闻 引发海内外媒体人集体抗议 事后 主管中宣系统的刘云山 将拖振提拔为中宣部副部长 我的贸易纠纷 这一连串的贸易打击 可能引发中美间的贸易战 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 中国贸易专家甘思德表示 川普政府的意图是带来震撼与威慑 他们不是闹遮丸的 分析家指 针对北京侵犯知识产权的 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前 川普也可能下令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或是单方面提高关税 另外 中国钢核铝进口日增 引发美国国安忧虑 美国商务部已进行调查 白宫也可能会采取相关行动 早在12月初 纽约时报就曾报道 中美可能在明年1月发生贸易冲突 这场冲突或将在太阳能电池版领域爆发 报导指 陷入困境的美国制造商 纷纷要求川普政府对抗中国竞争对手 包括钢管制造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令欧美等国家深受其害 美媒消息 美国川普政府准备在明年初宣布两项 针对中共的新贸易制裁 对北京的贸易打击即将付诸行动 专家评论 看来川普不是开玩笑 12月28日 中央社编译华盛顿邮报报导指 川普政府将回应美国企业要求 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版 和洗衣机增加关税 或采取进口配额制 预定明年1月底前会做出相关决定 负责处理这两项争议案的美国贸易官员 以建议川普设立新的贸易障碍 以避免美国制造商因为进口日增而遭受损失 报导引述几位企业主管 和关注贸易政策的分析家指出 川普预料数周内将会采取实际行动 处理一系列涉及中国依然能继续生存 国际社会指责 中共政府为刺激出口 对外倾销 要求企业大幅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 而差价则由中共政府给予补助 此前 纽约时报曾引述无锡一家太阳能公司主管透露 该公司太阳能电池板的出口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 而针对外界对中共倾销的指责 中共官方称 对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的补助 仅仅只在促进国内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 据大陆澎湃新闻12月27日报道 新华社原社长田聪明已于26日晚病亡 没有躲过74这道坛 说起田聪明 一定要提及两个人 因为这三人关系紧密 一个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曾主管文宣的刘云山 一个是曾任中宣布商 吕博制造商 以及洗衣机制造商等 不过 第一场贸易大战可能发生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 中美的主要制造商和相关企业 都在为可能始于明年1月的冲突做准备 报道指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逐渐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的主要制造国 占据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并将全球价格拉低了近90% 在过去的六年里 美国十多家太阳能电池公司 因为无法应对价格竞争而倒闭 报道引述美国制造商的消息指 美国公司接连倒闭的背后 是来自中共的不公平竞争 中国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廉价 是因为得到中共政府的高额价格补助 此外 中国制造商还受益于国有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 就连那些破产的中国企业副部长 网信办主任但日前业已落马的卢尾 在柳云山看来 田聪明无疑是他的政坛恩师 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而留在德氏后 一大力提拔田聪明 二人较轻匪浅 1969年至1975年 在内蒙古土墨特幼齐齐委 担任宣传部干事的刘云山 最先得到了当时 在巴雁纳尔蒙政治部任干事的 田聪明的赏识 在1974年底田聪明调任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任记者后 他推荐刘云山到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农牧组任记者 此后 田被新任内蒙古自治区委 第一书记周慧看重 担任其政治秘书 并在1980年2月 提拔为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而刘云山也在田聪明的推荐下 担任内蒙古共青团副书记 党组副书记 主持